国内知名的旅游景点 佛罗交仪有两家餐厅昨晚失火 火焰冲天 场面吓人 索性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昨天晚上8点11分 火灾发生在佛罗交仪真南海边小镇的两家餐厅 据了解 起火源头来自其中一家餐厅的厨房 随着海风吹袭 火势迅速蔓延到隔壁餐厅 游客被熊熊大火吓得四处逃窜 现场一片混乱 佛罗交仪消防局主任莫哈默扎姆里表示 当局接到投报后立刻赶到现场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努力灌旧 消防人员成功在晚上9点23分控制火事 这起火灾导致两家餐厅大面积烧毁 现场一辆国产车也部分烧毁 庆幸的是意外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小时是在澳大内工作室 推判在澳大内工作室 廿遍的研究核心 保持在休息潤